两个大美女四目相对浓情蜜 眼看就快亲上了 锦竹又是一招一字马但被躲开 星儿顺势往一边跑去 锦竹竟然飞到半空 不讲武德的扔出一张上面还附着东西的卫生纸 星儿怕被脏到 赶紧扔出一篮子黄豆阻拦 不料卫生纸还是向他飞来 好在被他躲得过去 锦竹竟然不嫌脏地接住了 星儿捡到一个粗麻绳当武器 粗麻绳大战卫生纸 拆架游戏还在继续 要不是青山院建筑多 估计此时已经被他们打成了一片荒地 锦竹一脚踢来但被绳子挡住 星儿趁机又绑住了他的黄金六脚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 锦竹被绳子牢牢固定住 最后被星儿当成咸鱼吊了起来 就在这时月七走了过来 锦竹赶紧告状 但月七明显偏袒星儿 只是让他去给公子倒茶了 管都没管锦竹 事后还来跟公子汇报情况 说星儿在锦竹手中已经能应付自如 这段时间的训练很有效果 并且让月卫开始调查他的底细 而月公子却不是很在意 认为他没有威胁 为了能激发星儿更多的潜力 他决定加点猛料 次日月公子召集所有员工集合 当大家的面摘下了星儿的铁铃铛 随后打开一个盒子 里面是个银铃铛 并且亲手为他插赏 这表情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星儿也是一脸懵 这跳级也太快了 他是不知道 这个铃铛是月公子昨晚熬夜亲手为他做的 锦竹看到这一幕 眼睛再次瞪大象同龄 锦竹第一反应竟然是拒绝 还说自己是三房太夫人送来的 谁也不能夺了他的房间 月妻自然不会惯着他 要不是看太夫人的面子 估计早就动手了 训了锦竹一顿 几家欢喜几家愁 这锦竹也太惨了 不过月妻也有点质疑公子 这种给星儿加料的方式 明显 月妻吃醋了 公子还一本正经的解释 明明就是喜欢人家还不肯承认 不过他也没说错 星儿走到哪都是各种诋毁和侮辱 一开始他还好好和大家交流 可根本没有人搭理他 他只好自己去取东西 这是一个好心的奴婢 给他端来个凳子 可星儿踩上去之后 凳子竟然断了